很糟糕,胆子真的暴躁了 快疼 演员们丰富逗趣的动作与表情 让小朋友看得哈哈大笑 这是内湖区公所举办的内湖同乐会活动 邀请知名儿童剧团到刚完工启用的 新武国小活动中心表演厅演出 希望鼓励家长假日带着小朋友走出家里远离3C产品 一起欣赏戏剧演出 享受幸福的亲子时光 因为啊,现在啊 小孩子都很喜欢在玩在3C的环境里面 那我们希望办的一个这样子在室内 然后刚好最近又下雨天嘛 那我们在室内有一个个 回到我们传统的一个童晚这样 让小孩子能够离开3C 那到一个玩一个童晚的游戏 然后跟家长们能够共享的一个 幸福的时光 那也希望说未来小孩子呢 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空间 然后知道说除了3C之外 其实我们最主要一个童晚的部分啊 还有我们今天特地有邀请了苹果剧团啊 来扮演那个 来演吉恩的太空世界 然后也有传观游戏 这都是我们早期小孩子玩的游戏 那再提议一下除了3C之外 其实还有更多好玩的游戏 希望小孩子能够有一个更正确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 就是这样我们这样办理的宗旨在这里 然后也希望家长和小孩子有一个 共玩共学共游的一个幸福时光 主办单位还规划特别喜味 让小朋友能以最近距离观看演出 还可以和剧团演员互动 很获家长和小朋友好评 小朋友就在中国念幼稚园 刚好有着这个活动就带他们来看看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 台北市内部需工作 非常好啊 让小朋友周末有地方可以去 还有非常可以看 他们很喜欢看 之前在那个大都会公园 有活动他们也都会特地去看 那你今天来到哪里看 那是和梦化议员 包括市议员无事证和梦化 及陈佑成与多位里者也都出席 这场亲子活动 对于内湖驱公所的用心表示肯定 我觉得非常好 尤其在现代少子化 公所活动开始要导入 要让中产阶级 让爸爸妈妈在假日 有种免费的机会 能够出来参加活动 离开手机抛开山西 然后进到这边看舞台剧 或看互动的戏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 因为过去的传统的驱公所 比较容易举办的是 大家常常想到的一个登山 践行 或者是一些比较符合 长辈的这个活动 但其实应该要慢慢的把活动 要均衡化 为什么 因为当你的小孩 当你的孙子 就在家里附近可以参加活动 他就有更多的机会 跟时间可以陪伴长辈 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形态 除了欣赏精彩的戏剧演出 台北市贼牙居内湖分局 也与内湖驱公所合作 在现场进行防诈及交路安全宣导 由内湖分局分局长 消费株亲自出题 让家长及小朋友抢答 答对就送礼物 消费株表示 光是内湖区 在三月份就发生了 八起投资诈骗案件 因此希望通过 持续不断的宣导说明 有效提高民众警觉心 因为我们内湖区在三月份呢 有发生了八起的投资诈骗 八起 那都有分别有财损 有几百万的财损 所以要跟各位市民好朋友 说明的是 你不要 我们不要在那个 Line IG Facebook 这个Intergram的这种去点选 有人教你要加入 这个投资的群组 说保证获利 或是说他会给你出金 像这样的出金的APP 全部都是假的 我们投资一定要正确的管道 今天的亲子活动 在不在 在 记者张继辰 台北报道